这五天来我交到了许多新朋友 然后也在这里学到许多新课程 然后让我们当主播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可以比较流畅 现在上台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这五天来我们玩了很多游戏 跟那个老师的讲解 我都觉得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下次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可以再来玩一次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TVBS新闻 我是主播卓云慧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新闻 屏东万丹塑胶工厂的大火 由于厂房达3500平 消防人员到了今天上午还在持续抢救 宜兰罗东一家违法经营民宿 被罚18万元之后再度被检举违法经营 民众不服提宿愿 结果出炉再度败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浩天主播 很高兴今天在营队里头看到大家 其实呢来上课之后 我只有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学到 如何自信表达 我们今天从这个考考架 还有包括练习发音 一直到上主播台来练习 不晓得浩天老师教给大家的 都记得吗 在营队里头发音乐